大家都听说过反季节的水果蔬菜 今天我提到一个名词叫反季节视频 这也许是我最先提出的这一个名词 因为我现在正在编辑制作一个去年春天拍摄的视频素材 一直没有时间做,我多忙啊 拖到现在延东,我才可以开始做这个视频 我在寒冷的冬天为我的反季节视频录制春光美 蒙特利尔地处加东正劳人斯河谷 这里土地肥沃 气候类似中国的辽东 中半岛也盛产苹果 蒙特利尔南岸郊区的洪山有很多的苹果果园农场 春天可以观赏苹果花开 秋天可以去采苹果 现在正值春光明曼以百花盛开的时候 我开车去洪山看苹果花海 去年秋天我曾带大家来这里采苹果 看枫叶 现在春天来了 我今天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里的苹果花 从停车场这个高台上看下去 满园的苹果花 这个农场的名字叫Michele Jodan 是一个家族式的苹果园农场 这里放了一个老爷卡车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古董是用来展览的 但保不准就能开 还在用 他们也生产以这个农场的名字 为商标的苹果酒 始自1901年 有121年的历史了 这妥妥的老字号啊 我还是赶紧带着大家去这个 苹果园的花海里面去走一走 洪山一带啊 共有50万棵苹果树 这里的苹果花开一般在每年的五一前后 每个品种的花开呢 一般也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 这和日本人春天赏风一样 蒙特利尔人也来这里观赏苹果花海 等到每年的大约十月份的时候 这个苹果成熟了 呃游客呢还可以来这里来采摘苹果 虽然观赏苹果花的季节非常的短暂 也就短短的一周时间 但是秋天呢采苹果的季节要长很多 不光是采苹果 这个苹果园后面的一个 红山的枫叶秋天红了的时候 非常的美 来我呢 剪了一些去年我来这里采苹果 观赏枫叶的画面 来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放置了八个蜂箱 蜜蜂可以酿出美味的蜂蜜 同时又帮助花来受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农场自己就有一个酒类酿制的小工厂 顾客在这里可以现场的品尝 购买他们的国酒产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手都慢了,沒有問題 Pré-à-boire It's ready to drink Boire la vie on horse 喝出玫瑰人生 Boire la vie B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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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反季節視頻怎麼樣 有沒有給大家在這個冰冷的冬天帶來一絲暖意呢 冬天已經到了 春天還會遠了 還有四五個月 到時候我帶領大家去看紅山的蘋果花海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